這個是不一樣的 富士康的產品它是手機 它是Notebook這些東西 它體積小 它出貨人家是用飛機出貨的 我們傳統產業是要運到沿海 港口去出貨的 加上產業供應鏈在沿海 所以到內地它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原料運進去 成品再運出來 第一它成本很高 第二時效性不夠 所以有很多企業是到內地去設廠 最後還是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到東南亞去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到內地去設廠 說實在的它延緩它的生命而已 終究還是要走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台商為什麼突然三幾家突然不見了 突然全部走了 其實十幾年前 Adidas就下令 你的公司必須離開中國 否則不再給你下訂單 所以你就會說台商突然全面的不見了 全面到東南亞去了 其實它我認為它是有一些 美國的策略的 就像台灣早期財商從台灣到中國去 台灣也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了 所以這是美國人幫你趕到中國去的 後來是美國人幫你趕出中國 所以美國的客戶就是你的最終客戶 這些國際大品牌 他們希望你搬出中國 搬到東南亞 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供應鏈的調整 他們可能要分散中國的風險 所以這個過程已經有十年了 有十年了 這一點我說有一點 就是說美國比如說過去紡織業很多製造業在日本 後來日本到了韓國台灣 後來韓國台灣到了中國去 這個並不是美國人轟的 而是市場經濟 這個企業要往成本低的去走的 但是後來美國從中國要往外撤退的話 這個與其說政治上因素 就是說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做得太過分了 就比如說Nike和阿里塔斯 就中國很多的廠業 他們做出讓你做100雙鞋 你做500雙 100雙交上去 400雙自在國市場流通 那他給你下訂單越多 我賠的越多 所以說這個是中國對知識產權的管制 所以說很多企業 早期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離開中國原因 應該主要原因是知識產權的 當然這幾年川普之後 就變成了這種產業鏈的切割的問題 因為早期的是這些知識產權的問題 川普貿易戰以後 整個台商受美國客戶的影響 搬出中國的進度大大加快了 川普之後當然了 因為你從美國出貨要加25%的稅 這是不在話下 但是中國他會想盡辦法挽留 所以他有所謂的一些補貼 直到去年 去年開始停電 停電是個大問題 我去年還在那兒 一個禮拜停三天停四天 他說了算 他沒有事先跟你講 一大早打電話來 今天停電 我怎麼辦 我工人今天來了 他沒有計畫性的 說停就停 他也不管你工廠這樣 有沒有辦法維持 去年開始我就決定要走了 但是一直你知道嗎 這麼多年的心血 一直還捨不得走 要走也是 所以拖著拖著到今年 到今年三月份上海一封城 我就知道這個國家已經沒救了 上海都可以封城 你有什麼地方不能封 一封城你海 上海外港那些船怎麼辦 那麼多貨怎麼辦 真的是整個經濟 整個瞬間就凍結 因為我後面這十幾年來 我做的是化工 我所謂做的 就是所謂的一般工廠用的清潔用 機械的去油 去污染這些 這個產品不是什麼高端產品 但是每一家工廠都要用 我的工廠的出貨量 你就可以運算成 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動 頻不頻繁 所以說 我才發現 整個瞬間凍結 就訂單沒有了 沒有啦 客戶他也沒訂單 我問你啦 誰敢在中國下訂單 以前下訂單 你可能有行業的風險 還有共產黨的 這些政策的風險 現在還多一個習近平的風險 我稱之他為傻子風險 因為這傻子 他明天要做什麼你不知道 他一會兒給你停電 一會兒給你封城 這個下去 整個經濟凍結 我說這個不走 再不走不行 也確實我覺得我做的是對的 因為我走到今天 整個經濟都沒有 完全沒有復甦 現在還最近又開始不停的封城 各個地方 而且是隨時可能封城 你說工廠怎麼辦 客戶給你下訂單 它是有交起的 客戶他也損失很大 採購商跟你下訂單 你什麼時候下訂單 什麼時候到貨 他什麼時候上架 什麼時候做促銷 什麼時候怎麼樣 他是有一系列的計畫的 突然他給你封城了之後 我問你 我出不了貨 我要賠償客人 客人自己損失比你更大 因為他整個季節的銷售就完蛋了 所以再也不會有人去 跟你下訂單在中國 因為他要承擔的風險太多 我們生產商風險更大 單接又不敢接 接了什麼時候又出不了貨 你說要求你敢接 我也不敢做 所以為什麼二十幾年的心血 我寧願放棄 這個國家我認定是沒救了 因為你說整個供應鏈被它打破了之後 你要重新再把它收拾回來 怎麼可能 你可以採購商也不願意 採購商走了它憑什麼回來 你現在的吸引力沒有東南亞有吸引力 之前還在中國的採購商 是因為大家習慣了 大家這麼多年在做 反正你的價格也沒有比東南亞貴多少 各方面的考慮 交情的考慮 什麼的考慮 習慣性的考慮 我就繼續在這裡做 把據保單下給你 直到這一兩年 不是我們清醒而已 採購商變得更清醒 這就是中國現在最大的困境 只要習近平 這個清零政策還在 沒有人是有把握的